猪焖鸡三剑 鸡三剑是指鸡针、鸡爪和鸡翅 是鸡身上风味各异的三个部位 这道猪焖鸡三剑 就是香菜中的一道传统的风味材 它的原料有鸡翅250克 鸡针250克 鸡爪200克 干辣椒2.5克 葱、姜各10克 调料有料酒50克 黄醋50克 湿淀粉25克 还有酱油 经盐三克 未经一克 制作的时候 鸡爪去尖 斩成两段 鸡翅 鸡翅斩去翅肩 鸡翅筋 鸡针继承椅子花刀 锅上火放入清水 将原料下锅焯水 将原料下锅焯水 锅上火放入清水 锅上火放少量底油 倒入原料 再放入热油 再放入辣椒 姜片 加入盐 味精 热油 料酒 清水 加入翅 crypt 都 辣椒 奶 団us 盐 倒入高压锅中压熟 压熟之后就可以捞出了 锅再上火倒入少量底油 加入料酒 黄醋 胡椒粉 再加入清水 精盐 味精 白糖 最后倒入鸡三键 烧至片刻加入酱油 等汤汁浓少时 用水淀粉勾芡 然后淋入香油 出锅装盘 醋焖鸡三键 制作的关键是焖 通常可分为红焖和黄焖两种 都是用的酱油 但这道醋焖鸡三键 则用的是醋 附有地方风味 它的特点是赤爪软烂 鸡针脆爽 酸辣味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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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软针散食 酵针 1 地我们有的话 我们有想用脸 然后打öx